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检准备闪避的动作 一等到他挪移方位马上转向咬向了右臂 当真是虽然身躯庞大 若要覆盖天地一般 其实动作却是皎洁似灵蛇 杨检即使是在空中再次变相 却依然被死死咬住了右臂 那长长的獠牙甚至是刺穿的杨检的手臂 这一咬之下甚至还发动了马尔里的守护效果 杨检的头顶蒸腾起了紫黑色的毒气 脸色就变得轻子异常 杨检忍不住长生惨叫 此时他处于负防御的状态 一身号称能够御 七十三节的八九玄弓 竟然是毫无作用 身体变得弱豆腐一般 不过他毕竟也是神灵阶位 他马上运转了八九玄弓 狂叫一声 翻手一拳打在了羽蛇神酷款而砍的獠牙上 这众所周知的是 蛇的毒牙乃是中空的 杨检这一拳乃是为求活命拼尽全力 虽然拳头上面血肉模糊 却大怕一声 拳头上蕴层的距离 居然就将那獠牙给活生生击断了 杨检趁机会翻滚逃走 躲避在了一处巨岩后面大口的船吸着 被咬也只是短短瞬间 杨检手臂上的伤畜被汗水侵入 不仅是疼更是麻痒 这静静等待的时间 简直就是一种可怕的煎熬 八九玄弓瞬间就将伤势愈合 但伤畜虽然愈合完整 筋肉也不是最初那样的光滑的模样 而是伤痕囚解 就像是愈合的烧伤伤疤那样 表面上它鼓起了无数的包块 吸盘 青色的血管也爆突了出来 看上去不仅胸利 还流露出了一种残暴的气息 显然是将毒物暂时的控制了 而不是驱除了出来 就这么短短的瞬间 远处传来了天翻地覆的声音 正是羽蛇神酷酷而堪挥舞着长尾 横扫而来 这夜扫不仅是百多米长 火车车厢一般粗壮的蛇神 连果带扫 正是带着一种潮汐涌现 蓄日东升的黄然气势 令人仿佛面对着是蓬勃的 自然之力疯狂漫卷而来 杨简的心中 顿时涌现起了难以形容的感觉 靠 要是我的三千两日身份还在 神力全胜 又怎么会怕你这该死的妖神 她的想法刚刚开始 整个人就连同隐层的巨岩 一起被扫飞上了天空 那巨岩少说也有千吨重 被这羽蛇神酷酷而看一扫之下 分成五块 飞到了近千米的高空 然后羽蛇神酷酷而看 长笑着挺立着身体 张开巨口 空中立即响起了雷鸣似的击笑 蛇的口部可以张开到一个可怕的角度 这一张开 连空中的云层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漩涡 方圆千里之内的乌云都一起聚集了过来 涡旋状的呈现在了空中 而阳光却从这漆黑的乌云间隙当中照射了进来 乌云的边缘镶嵌着惨丽的金边 分外的瑰丽令人震惊 有一句话 是中国古代用来形容巨大的生物的 吞舟之鱼 吞象之蛇 如今这羽蛇神酷酷而看的气势 竟然要吞天昔日 这样恐怖的招式 正是蛇类与生俱来的本能 当真是无可抗拒 无法抵御 阳剑在这瞬间 无论怎么变换身形 也是在凌空之下无处借力 一下子被吸入金鱼蛇神酷酷而砍的肚子当中 这一息之事就此是长经吸水 充满了无尽的气势 阳剑瞬间做出了一道扭曲 而不甘的拉长的扁形光芒 就被活生生吞入进去 还有那凄厉无比的惨叫 然后 世界清静了 三秒 从月蛇神酷酷而砍的蛇腹当中 骤然间炸起了一道难以形容的光芒 那光芒并不刺眼 而是充满了无穷的穿透力 单单是看了就有着一种恍惚而被冻穿的感觉 这一瞬间 方圆千里之内的水位暴涨了三尺 就连所有茶馆里面茶杯当中的茶水都突然暴涨出杯口好几寸而不泄流 就仿佛是无形当中有一只透明的大手在将其护持着一半 杨简的身形一闪 已经从蛇腹当中拖出 他手中握持着一面镜子 这面镜子一出 方民立即生出了一种心潮澎湃 心血涌动的感觉 这种感觉 极其的无由 就仿佛是少年目睹了日思夜想的梦中情人 与其他人在亲吻作爱一般 他马上就明白过来 这竟然是有体内的八指镜生出了争风的欲望 神器是有灵质的 若说杨简身上还存留着什么能够让八指镜这等神物都震动的东西 那这只有一件东西了 是照妖镜 杨简手中握持着这柄照妖镜 与之前提到的一次性消耗道具照妖镜乃是两码事 只是名称上恰好相似 此时杨简手中的照妖镜被握持在手中的效果 与方林使用八指镜是完全不同的 方林使用八指镜之时 就此时探照灯那样凝聚的筒状强光横扫而过 而杨简此时手中的照妖镜的光芒却是温润无声 向着四面散发着就像这捧着一轮秀针的明月 庞大的雨蛇神酷酷而坎反而是歪歪斜斜在空中胡乱的飘飞着 速度的十快十慢 没有任何的规律甚至是撞毁了山轮碾压的树林 若是打个不恰当的比喻 那飞行的轨迹就好像是一只嗡嗡乱飞的眉头苍蝇 杨简浑身上下至少被啄出了好几处伤势 上面有着粘稠而黑色的味叶 以及鸟鸟地冒着白烟的伤口 它垂头漂浮在了空中 冷静得像是一把被心力过的刀 钦在了冰冷的水中 整个人都算发出了一种交织的含义 它似乎在沉思着什么 看着自己手中捧着的这件神器 眉约里面却有着一种醒悟的惊喜 赵妖静射出的光芒 聚集在了与蛇神酷酷而坎的身体上 从它那迷茫、惆怅、亮相跌撞的行动上来看 只能用大梦未醒四个字来形容 赵妖静的镜面上显示出了一条袖针的蛇 而看似与蛇神酷酷而坎的皮毛都没有损伤半分 然而赵妖静轰击的却是他的大脑、他的记忆 就在光芒击中与蛇神酷酷而坎的那一瞬间 这名邪神的脑海里就浮光略影地追溯出了心中那久远的记忆 前世今生的记忆 他这时候 心中有着无数的悲欢离合的往事闪现着 清晰地浮现出了记忆的深处 就仿佛是一个一个的泡泡徐徐的爆裂开来 散发出无尽的惆怅和忧伤 试问 在这样大起大落的心境下 怎么可能提起战志战意 谈得上什么吞斥天地呢 照妖镜 照的是妖的形 破的是妖的心 展露的则是妖的原形 与蛇神酷酷而坎 乃是要人命活迹的凶杀之神 吸收了无数人魂力的他 此时在照妖镜的作用下 被万千人的记忆所反吃 显然饶使他神力无边 也是在短时间之内 无法挣脱这可怕的神经 严见得照妖镜的威力徐徐发作 与蛇神酷酷而坎 双眼暴吐 也团团血红色的筋肉 将这光滑坚韧的蛇皮撑破 身邪化作雾气 从这毛孔当中喷射了出来 而血肉形成了一张 凄厉狂口的人脸 与此同时 方妮也注意到了 杨简握持照妖镜的右手 已经是枯干了 若是这八十多岁的老人的皮肤 那样是下垂而充满的皱纹 显然他此时使用照妖镜之后 也是元气大伤 再用自己的生命力来 驾驭这件神器 与蛇神酷酷而坎恢复了神志 他疯狂地试图冲向杨简 但是他此时不是不想去攻击杨简 而是根本走不了 照妖镜的强大犀利 有若一个小型而犀利极强的黑洞一般 疯狂地吸取着这个凶神本身的怨毒猛力 内部用大量已经炼花的魂魄修灵 在他身体上疯狂地持咬 当真那是内忧外患 按照常理来说 月蛇神酷款而坎 至少都是和杨简同级的存在 但这面照妖镜 却是他天生的克星 就像是灵影手从现实世界那儿 携带来的拒绝化时髦 他完全没有任何品贴 却是能够将小天犬这等凶热的异兽 捅得是奄奄一息 不过此时与蛇神酷款而坎 挣扎的动作 却忽然间消失 僵止在了那儿 只有双目当中的光芒 在瞬间变得是井口粗细 直冲上天 这一瞬间 整个大地仿佛被烈日覆盖 而与蛇神酷款而坎的躯体 变成了灰白色的石头 是轰然间砸落而下 令人窒息的烈日光芒 扑天盖地而来 本来就璀璨夺目的金色剧情装备 结石沧海双刃上 更像是镀上了一层流淌的金色的液体 被林盈秀握持在双手当中 他所携带的所有神明力气更是浮现了出来 在结石沧海双刃的护持下 看起来更是森然夺目 一瞬间 林盈秀张开双臂 结石沧海双刃 则是像翅膀一般在身体两侧笔直地伸展了开来 就像是熔断的黄金打造成的宽薄的翅膀 然后他整个人就消失了 重新出现的时候 却是在杨茧的身后 接着两个人之间才出现了一条笔直 而血量的锐利忽现迅速地一闪而落 这一闪的光芒令得杨茧一下子僵硬了 身体上高高喷射出了一股血泉 在防御猎为负的情况下 这瞬间的割裂活生生地开了杨茧的膛 但是八九玄公恐怖的自愈能力 马上就发挥了作用 立即将这伤势立即愈合 林银绣瑞兰闪现之后 一高速挥动手中握持的两把灿烂 无比的黄金色长刀折射出烈日的光芒 在身体周围形成可怕的字幕的环形起进 整个天地仿佛都在林银绣旋转挥舞出 第一盏的时候失去了颜色 而旁边悬浮的辅助神兵 都形成了一道道怒吼着的雷霆刀轮 那灿烂的弧形光芒在这亮枪倒退的杨茧身体上闪现消失着 这人的感觉是连视线都烧着点燃 那弧形光芒若是日光构成的一般长达十余米 用一道一道炙烈的呼光割裂着人的视线 真天霸风神斩 在这样弱势嘲笑一般涌来的攻击当中 杨茧的身体虽然失去了控制 被那道可怕的刀器切割的千疮百孔 但是在八九玄弓的作用之下 却依然变态的不停欲合着 天霸风神斩每一次斩击就像是朝阳生气一样 无可阻挡难以匹敌 每一道都若巨岩叠仗一般持续的加深着下一盏的威力 那光轮每掠过杨茧的身体 每一次就会发出呲啦呲啦连续瘆人的声音 那是刀刃在剧烈的颤抖下切割肉体的可怕声音 接着就是鲜红色的器物喷射而出是鸟鸟蒸发 此时可以说是方林他们最后的机会了 若是在这样负防御力百分之二十的局面下 用着三SG技能还杀不死杨茧的话 那么也只能选择立即撤退 此时方林也看出来了 杨茧的七十三变化等于七十三条性命 是怕不是吹牛的 这个家伙的彪悍生命力 只怕当真哪怕遭受整整七十三次致命的重创 也是可以支持的过去 当然 类似杨茧的脑袋被剁下来这种重创的话 修复起来耗费的生命力 肯定不能和心脏被捅一刀是相提并论的 应该是那种双倍或者是三倍计算 就算之前方林他们耗费大量的用来恢复的生命力 但现在看起来 若是不能在废除三十秒的作用时间之内 把杨茧的生命力耗尽 那么方林他们此时也只能放弃 在万千极设的环状锐利的气劲当中 林银绣锁国之处的地面都被活生生的裂开了 大小不等的被建设出了长达十余米的密集辐射性的坚状的气劲 虽然裂痕不宽 却是极深 杨茧也不愧为堂堂的神仙 在承受了真天霸风神斩几秒以后 竟然在剧烈的痛楚当中扭曲身体 双手上光芒闪耀 竟然想要抓住林银绣挥舞的光芒锋刃 很显然 杨茧的血肉之躯 绝技是无法与金色剧情武器结石沧海双刃相抗衡的 但是他的双手伤口却是可以不断愈合 若是不计疼痛的话 当真可以若是水滴石穿 生剧木断那样 将天霸风神斩的威力给消解到一部分 然而 林银绣是忽然间正正在挥舞的金色双刀一收 就像是翱翔的鹰旧收起了双翼 又若偏牵的蝴蝶忽然间静吸在了芬芳的花上 而这并不是结束 只是一种符合自然规律的巧妙的衔接 这一收虽然是由急动到急进 给人的感觉却是理所当然 就像是人在剧烈运动的时候喘了一口气一般自然 而漫天的金光也随着林银绣这一收迅速的归脸 光明似是潮水一般消退 取而代之的就是一片黑暗 纯粹的虚无和黑暗 若是先前真天霸风神展乃是固定的章法 那么此时这一招真天霸风神展无双式 就是林银绣自己的心得和演义 若是将真天霸风神展比喻成一首歌的话 那么此时的无双式便是这首歌的精华部分 红颜色爽 英姿无双 林银绣黑色的长发是激扬纷飞 林银在黑暗当中大口的喘息着 失掉了神眼的他只能感觉到 有一股极其凶暴的力量在这空气当中衍生 暴动 甚至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血肉 正成为那个力量的养分 身体 心脉 血管 每波动一次 那股力量也就随之 激动 壮大一分 以至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